首先的話呢,上個禮拜我們比較重要的部分大概有幾個啦 第一個就是說呢,我們其實主要還是延伸像之前抓那個新聞網的部分 然後延伸再去抓其他的這個網站 那其中的話呢,大概上個禮拜我們有抓那個像ET Today啦 就是新聞網 那有一些新聞網的那個結構,其實跟Yahoo不太一樣 Yahoo的話它有那個類別名稱,Class名稱 那ET Today是沒有的 那所以沒有的狀況下,變成說你可能要用其他的方式啦 那當然我這邊有提供一些另外的額外方法就是 你可以先縮小範圍,所以我們是先抓它的其中一個DIV OK,然後把DIV裡面的結果,把它再變成一個物件 利用那個物件呢,再去找下一層你要找的資料 比如說所有的超連結啦,有沒有,之類的 那這個方法其實還蠻重要的,因為將來有些網站的結構 越來越複雜的時候,那可能就是變成說你要分兩三個步驟 所以很蠻常遇到那種狀況 有點像剝洋蔥的,一層一層的慢慢把它找到你要的那個部分 那所以呢,上一次的話,當然我們有練習抓取那個二十折的這個熱門新聞 是一層一層的把需要的資料給給扒取下來 那這個的話,當然在雲莊白板裡面你們可以看到那個 我是把它放在第五單元裡面的那個ET的這一部分 那也是一層一層的去把這個資料給抓取下來 那當然延伸部分的話,也是從那個前面的那個TQC的那個範例所延伸出來 所以前面的部分應該基本上都一樣 主要是後面的部分可能會需要做一些些的變動 所以ET的這一嘛 然後上個禮拜的部分的話,當然我們就是抓它裡面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先怎麼樣 先抓這個類別名稱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DOC指的是 我透過IE物件 或者是你用那個HTB物件所抓到的那個名稱叫做 有沒有,getElementByClassName 就是這個名稱 那取得這個名稱蠻簡單的 就按右鍵檢查一下 找到那個名稱 那我們可以把那個我要的那個DIV抓到 不過特別注意,因為是getElement加X 所以一定是一個負數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所以得到的話,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小瓜狐靈 那指的是我要抓這個名稱可能它有好幾個 或者是可能只有一個 反正不管是一個或多個 那如果我要抓第一個的話 記得一定要是小瓜狐靈 這個瓜狐常常被忽略 所以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瓜狐呢,你可以加在這裡 或者加另外一個地方 你可以加在這裡或這裡 都可以 你加在這裡 或加在這裡 兩個方法都可以 OK,所以至於加哪裡比較好 我覺得就看你的習慣 最好是同意一下 千萬注意,不要兩邊都加 兩邊都加就錯了 明明就只要一個 抓到那一個就好了 如果你假設你是放在這裡的話 那這個DIV裡面就只有那一個 可是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設沒有 有沒有 沒有這個小瓜狐靈的話 那這個DIV指的是很多個 OK 所以加的位置不一樣 得到的結果也會不一樣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最後 我們就是先抓這個DIV 比如說是全部的 那我把全部裡面我抓第一個DIV 我記得好像它有好幾個板塊 好像四個吧 那我們要的是第一個的話 那我就是第一個 小瓜狐靈 然後把這個小瓜狐靈裡面的所有A A的話是超連結 通通抓回來 那這樣的話鐵定就不會抓 因為就是那個板塊 裡面假設有十則新聞的話 那我們就把那十則新聞 通通都給抓下來 然後再來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底下的話就是跑個回圈 這個是加那個標題名稱 然後再把資料全部抓下來 那其他當然呢 你如果要抓的是熱門新聞的話 因為它的板塊在第三跟第四 所以你其實可以抓兩次 先抓第三再抓第四 那其實程式都差不多 那不過 可能最好是用那個IE物件來抓這個網站 因為好像原來用那個XMLHTB那個物件 抓的時候好像會有時間差 而且好像得到的東西跟我們畫面上看到不一樣的時候 那其實你就可以改用IE 所以前面我們主要是用兩個方法 那我是建議啦 反正你第一招行不通 你至少還有第二招 OK 然後可以把我們要的資料給抓取下來 OK 那就把資料爬下來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呢 最重要當然第一個 就是去抓那個熱門新聞這部分 所以回去建議 剛剛講的啦 如果你實在是 還是有點那個 就是不太熟悉的話 建議還是實做啦 那這個當然就是要很花時間的 看起來其實沒什麼 反正一例的這上面應該 常常你看 在看新聞網 上面都有熱門新聞 那當然呢 如果你還有更多時間啦 歡迎你可以再去抓別的新聞網 可能什麼TVBS 有沒有 或者是什麼東升之類的 那甚至如果你還有野心的話 像現在很多漁情分析 漁情分析怎麼做 那就要爬一些新聞嘛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說 現在哪些新聞最熱門 那你可以指定嘛 比如說最大的前20個媒體 上面的頭條新聞 他怎麼去列舉這些啦 當然你如果出現的數量越大 那表示這個新聞的熱門度越高 那當然你可以再爬取 更下一層的東西 當然這個的話 其實就比人工來得更 更可以做更多事啦 因為畢竟都是電腦在做的 那第二個範例的話就是那個啦 下載那個台灣股市資訊網的資料 不過我好像試了一下我發現 它滿奇怪的 就是說它有一個好像有個bug 那這個台灣股市資訊網 它的資料是在第06的這個 下載台灣股市資訊網 加權指數這邊 那一樣喔 因為這個網站 主要是之前同學常提到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教我們 怎麼去爬這個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就乾脆呢 直接來爬這個資料 那當然呢 我們要爬的假設是哪個範圍 比如說是第一季的底下這個表格好了 那我希望把這個表格資料呢 爬取到那個Excel裡面 那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不難 以前的做法可能很多人都是什麼 選起來然後Ctrl C Ctrl V 對阿如果你有四季的 比如說第一季 C Ctrl C Ctrl V 那每天都一直C Ctrl C Ctrl V 當然不是好辦法啦 不是好 那如果說當然你有更多類似像這樣的資料 你每天都光做這些事情 時間就佔滿了 所以如果說假如可以的話 盡量如果你工作裡面 有關於需要網頁資料的時候 那我是建議 你就來把上課講的東西 再稍微複習一下啦 至於能不能做出來 或者有沒有有沒有成功 其實就另外一回事 不過至少 那我基本上都會把一些相關的範本 直接都放在雲端上面 反正你就是按照類似的那個抓網站的步驟 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 那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第一個 它的網址在這裡 然後要抓什麼東西呢 一樣按右鍵 比如說我要抓的是 這個不要 就主要是抓這一個的下方這一個 那當然首先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網頁 那網頁我發現 同學最大的那個障礙應該是右鍵 檢查這邊的東西吧 那我可能 因為我們以前常看 所以看的應該會覺得還蠻熟悉的 可是你們如果偶爾看 或者是很少看 你一定光看到這個右邊 你應該會有那個什麼 密集恐懼症嗎 光看到這些 然後我覺得整個頭都暈了 不過沒有 我講過 你其他東西不要看懂 沒關係 你只要看懂那個 第一個 到底你按滑鼠右鍵之後 比如說我抓年度 對 它游標到底停在哪裡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就是說 你要找的那個標籤 一定是小於幅畫開頭 那理論上它是一個table 所以你就往上一層 因為 我們抓的一定不是這個東西 一定是這個東西 外面的這個框框 那這個框框的話 理論上 你上一層的話 它 這個是一個th 所以理論上 它這個出生格 它不是td 它是th 那h的話 實際上應該叫做head 那t的話應該是table 所以它簡稱叫th 應該全名叫什麼 table head吧 就是 表格的頭 那應該叫 簡稱叫表頭 不過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呢 再往上一層 它就是tr 有沒有 那tr值的就是整列 不過這邊有一個比較麻煩 因為它有跨欄置中 所以這個tr值的應該是哪一 哪一列可能你就要再去分析 看起來應該是上面這一列 這一列有沒有 年度 然後再來就有沒有 再來就是1月份 1月份在這裡 再來2月份 所以th指的是這一列 那麼跟這樣 tr指的就是這一列的意思 然後再往上的話 外面有個tbody 有沒有tbody在這裡 然後再往上一層的話 最外面才是這個table ok 所以關鍵的地方 我們就要找這個table ok 但問題來了 table抓下來的話 裡面又有一層叫tr 那有一層叫th 或者是td 所以它的層次一定是三層次的 table 第一層外面表格 然後再來tr tr就是一列 好 再來就是說儲存格 儲存格 儲存格可能有兩種 上面的標頭 就是這一塊 應該是這一塊 叫th 就是都用th來表示 那如果是下面這些的話 就td 所以它有二選一 所以這個也是上個禮拜 我們最重要寫的這個程式 那你說老師 那將來會不會用到別的地方 跟你講別的地方也會用到 因為只要不能用cretable抓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這一招來抓 所以後面的話 我會把這個範例 再改一下 改成另外一個 也是表格式範例 然後它也是不能用cretable抓的話 那我們一樣可以拿這個來當一個 有點像範本吧 OK 那但是這個 我後來發現 這一個範例的話 它有點奇怪就是說 好像你用cretable 所產生的物件 好像它會失敗 它一定要用那個什麼 那個宣告的方式 它才可以抓 所以上禮拜好像最後同學是有發生那個 抓取失敗對不對 那後來我發現 錯誤應該是錯在那個 我後來把它改成用cretable的方式 欸 cretable不行 但是後來改成另外一個方法就OK 所以我剛剛又再試了一下 我發現 那我們上個禮拜 首先第一個是先把那個資料先抓下來 所以我先抓什麼 抓那個資料先把它先抓到 原始碼先抓在這裡 那我本來是用這個 有沒有 就是sense DOC 有沒有 它create object的時候呢 產生一個 html file的一個 這個物件 然後呢 把上面這兩行給註解 就 我前面講過了 下面的方法 你那個點DOC點它不會有反應 上面會 那一個叫做這個early binding 上面是early binding 那這個叫做late binding 意思是說我執行的時候 它才會幫我產生物件 上面的話是你只要設計階段 那個物件就可以存在 也算你點下去 就有清單出來 應該還記得吧 假設這個我把它註解掉的話 用這個 那你會發現 我們在取用什麼方法 這個方法有沒有 還記得吧 DOC點 有沒有發現 它會有個get 其實之前因為那個什麼 get element by cache name 這個太長了 那你會自己打說真的 我自己打都還蠻常出錯的 更不要說你們 所以我是建議這個可以記一下 這個 那如果你用這個方式的話 後面再把那個你要的標籤 給取得之後就放後面 就可以抓得到了 但是如果 這個方法我後來試一下 其實理論上可以改成下面這個 不過用early binding 記得除了要宣告 除了要set new一個物件之外 你還要在這上面 去設定引用項目 這個前面都講過 那引用項目 你記得喔 如果是HTML物件的話 是這一個 這個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OK 其實前面都有講過 只是說這些東西很重要 所以我再把它複習一下 所以 如果你用early binding 點下去會出現 一定要具備有這兩個 宣告跟new它 另外還要引用 所以這很麻煩 208一定一定要1宣告 有沒有 宣告它s這個物件 然後2的話就是set 它是一個new 第三個的話 要在設定引用項目要加 這樣才可以取得我們要的那個物件 比較麻煩 但是取而代之的好處 就是你將來在寫程式的時候 不用去背這些方法 因為這個物件已經在設計模式都存在了 所以你點下去 有沒有 你會發現get 它就有了耶 所以我們前面常用的那個什麼 getelementbytechname這邊也有 byclassname這邊也有 那未來可能會用到 之前也有用到id也有 那可是它的缺點就是你要123 剛剛那三個步驟 那假如說呢 你說老師這很麻煩 又要加這個 然後又要宣告 那可是一般網路上面都不是這樣做耶 一般網路上看到好像都只有寫這樣的耶 set 有沒有 doc 等於create object html file 這樣好像比較簡單 可是這個缺點就是說 當你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getelementbytechname這個 你把它點下去 你會發現 它不會有反應 OK 所以 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我在寫程式的時候 那我用剛剛那個方法 那當我寫好之後的話 那我用下面的方法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樣的話可以少很多麻煩 那可是後來我發現 好像上個禮拜run了一下 如果我用下面這個方法run 好像就出現這個 物件不支援 奇怪 不知道 這可能再找一下問題 但是如果假設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這個doc就掛掉了 可是如果我用剛剛的那個方法 這個時候應該就OK了 我把這個註解一下 有沒有 我換成那個惡力binding 執行它 就可以抓到了 蠻奇怪的 這方法為什麼 還是物件名稱 我有打錯嗎 這個再查查看好了 我記得好像這個也應該OK 好 所以上個禮拜同學 好像出錯應該是在這裡 所以你可能要惡力binding 記得一定要這兩行 還有一定要引用 否則的話呢 一定會失敗 OK 所以我們有做了第一個 這個底下也是一樣 所以你如果從雲端上面抓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記得要自己改一下 這個一定要記得 那這兩行其實我好像在雲端上也有 只是說你必須要把它 那個單引號拿掉 然後把下面這一行 自己再加一個單引號 OK 這個run的話應該就可以run出我們要的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再把這個表格取出來 那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呢 取完之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抓第一劑 那如果你要把第二劑 第三劑 第四劑全部都抓下來的話 應該也沒問題 甚至你還可以怎麼樣 第一劑放第一個表格 第一個工作表 第二劑放第二個工作表 第三劑放第三個工作表 應該也沒問題 這樣的話就可以 比較不用太麻煩 每次都還要再來一次 OK 所以上個禮拜好像最後是 講到這個範例吧 所以這個的話 請各位再把上個禮拜這個部分 再試試看 另外的話 或許可以再把 這個假設你第一劑抓下來的 如果你還要再想把其他劑也抓下來 那試試看 那你抓下來當然有幾種方法 不外乎就把它放在第一劑的下面 放同一個工作表 應該比較簡單 可是另外 如果假設你不是 你希望把它第一劑放第一個工作表 第二、第三、第四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這個難度當然相對比較高 不過訣竅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 這個可能還是用EarlyBiting的方法 或者是 如果EarlyBiting之外 其實可以用IE物件 IE物件應該也沒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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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